没见过比他还倒霉的人 早上出门的早饭前掉入下水道 上班被解雇原因是长相一般 离开时被同事嘲讽动了手 被带到了橘子 并且和一个面色不善的壮汉关在一起 金田意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到了如今这幅田地 在出来时已经是黄昏了 他疲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一声爆炸 他数了数楼层 瞬间愣在原地 无家可归的金田一来到银行取钱 可一看哪里有存款 无奈只能打电话求助公司的后备 话还没说完 手机被撞进了河里 金田一拿着最后一枚硬币 拨通了后备电话 结果打错了电话 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金田一崩溃了 明明昨天他还在帮助可怜的孩子 今天就无家可归了 无奈他来到了公园睡觉 旁边好心的流浪汉大叔 给了他一块纸壳取暖 活了38岁 他第一次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睡醒的金田一饿得不行 在发呆的他 突然看见之前他帮助的孩子在要钱 他瞬间明白自己被骗了 他直接找到小孩让他还钱 毕竟500日元对他来说可不是小数 看着这个比自己还惨的怪叔叔 冠泰带他来到了救助点吃免费餐 吃到饭的金田一感动得想哭 但冠泰却表示吃了就要干活 就是去公园挖野菜 还带金田一去洗澡 猛了的金田一跟着冠泰来了足球场 一群小学生们正在比赛 两个小孩熟练的来到休息区洗澡 表示要在他们比赛结束之前洗完 从浴室出来后 冠泰把金田一带回住宠 这是一个破到不能再破的老房子门口 幸福装三个字也摇摇晃晃晃 好像要掉下来一样 在和奶奶打完招呼后 万泰把金田一带到了一个被隔断的小房间里 表示住一晚 然后明天管早饭 这样500日元就算两清了 金田一赶紧点头答应 他实在是受不了 继续住公园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 金田一厚着脸皮问奶奶 自己能不能住一段时间 没想到奶奶却说这里不是救助站 如果想住下来 一天要给500日元 金田一听完后马上答应下来 赚500日元对于他这种精英人士来说 简直跟喝水一样简单 可他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将会是他38年的人生里面 最难熬的一天 这个男人因为长得太丑 影响工作被开除 身无分文的他 必须在一天内赚到500日元支付房租 才能避免晚上去睡公园的命运 因为不能靠脸吃饭 金田一只能跑去变卖家当凑齐房租 然而无论他拿出多宝贵的东西 对面聪明绝顶的大叔都表示 回收价最高50日元 从当铺出来后 金田一新晦一冷 为了凑到500日元 他跑到自动售卖机附近去找 硬币 结果被一对母女 当成变态欧巴桑 走投无路的金田一 甚至跑去神社的功德乡里 拿响火钱 很显然不出意外 又是一场意外 眼看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半 金田一现在却连一毛钱都没凑到 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 身边一个捡破烂的大叔经过 他脑中灵光一闪 一条发家致富的方法迅速出现 金田一绝 并加入捡瓶子大军 从一开始的游游郁郁 到后面的轻车熟路 为了一个瓶子 他甚至能在别人对面坐上半个小时 顶着要钱不要脸的优先原则 金田一很快就收获满满 就在他把捡来的瓶子带去 问大叔怎么收拾 意外发生了 连续的打击 他路过了之前经常光顾的小饭店 看着笑容满面和他打招呼的老板 金田一赶紧厚着脸皮 请求老板让自己在这里帮忙一天 架不住金田一的软磨硬泡 老板最后只能点头 同面打样的时候 金田一从老板手里 借过800多元 这也是他38年来第一次觉得 赚钱这件事太不容易 从饭店出来后 金田一心情愉悦 直奔庙会 800日元交完房租后 还剩300日元 看来今天这瓶冰镇啤酒 他必须喝到底 果然 庙会上卖啤酒的大叔 一看到金田一就疯狂诱惑 就在今天 一要打开冰啤酒的瞬间 忽然看到了头球 摊位前面的灌菜和两派 他和大叔说了句 等会后便过去寻一点 何时原来 是两派弄丢了父亲 给他的推土机玩具 尽管兄弟俩人这几天 一直寻找到很晚 但还是一无所获 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冰啤酒 一边是一个孩子 对父亲的思念 金田一犹豫了一下 便喊住了兄弟俩 他掏出300日元 跟摊位老板拿了三个球 分的冠太和两派 表示一人一次机会 结果话还没说完 两派就把球丢了出去 一球打空后 冠太也投了一球 不出意外又是落空 金田一笑着 表示看我压轴表演 怎么说 他也是个业余棒球三壘手 结果出球的瞬间 肩膀扭了一下 再次打偏 看到失魂落魄的两派 金田一犹豫了一下 从包里面 掏出了一个北蝙蝠签名的棒球 小时候的他 也和父亲走丧了 看到两派这个样子 他实在于心不忍 而另一边 把金田一开除出公司的孔一郎 正在观看棒球比赛 被问到为什么要开除金田一 这个不起眼的小职员 孔一郎没有说话 只是眼神逐渐阴冷了起来 这个男人正在庙会上玩棒球 身为业余球队三壘手的他 此刻信心满满 要帮小朋友拿下推土机 然而帅不过三秒 就被啪啪打脸 看到快哭出来的两派 金田一赶紧哄 太糖也很好吃 说完便把里面的赠品玩偶递了过去 表示这个知田信长绝对比推土机好 回到幸福庄后 金田一交完房头 头又开始疼了起来 明天他又要去哪找五百日元了 没想到第二天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冠太指着一个胖女人表示 金田一的幸运女神出现了 看着手上轻松到手的五百日元 金田一觉得发家致富值日渴 然而 冠太却表示白日梦差不多可以醒了 那个胖阿姨不是每天都出现 就在他们回到幸福庄的时候 门口一个身穿欧洲制服的女生拦住了 金田一凯师是奇迹保温杯公司的会计 自从金田一被公司以长相一般刺退后 他就觉得不对劲 他告诉金田一明天一起回公司找市长求情 结果第二天来到公司后 红一郎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把金田一打发走了 甚至连帮助他复职的柴使 也被打入边缘 部门 心灰意冷的柴使找到金田一宿了 刚好遇到了他在公园挖野菜 柴使赶紧告诉他另外一种野菜才能吃 摘完野菜后 他又带着金田一去湖边钓鱼 熟练的操作看得金田一怒瞪口呆 财使甚至连街边哪个地方有免费物资 都一清二楚 等他们回到幸福庄的时候 金田一已经大包小包快要提不动了 趁着金田一晚上吃饭 财使告诉他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 公司费了那么大的劲不让他回去 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身为一个八卦新报的会计 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这天 金田一好不容易又赚完500日元房租钱 在便利店门口和幸福中的两兄弟碰面时 傅万泰突然神秘兮兮 从背后掏出了一罐啤酒 表示金田一上寺庙会带他们去投球 作为回报 他们决定请金田一喝啤酒 金田一兴奋结果正要打开 结果蝉使妹子突然出现 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 看着眼前美味可口的啤酒 他挣扎了一下 还是决定跟过去 毕竟每天凑500日元的日子也不是办法 叮嘱兄弟俩帮他把啤酒带回去冰镇后 金晨一便匆匆追了上去 然而等他离开后 意外又发生了 男孩高高举起手 忠的啤酒 然而下一秒就被便利店的店员带进小黑屋 等金田一匆匆赶到的时候 万泰已经被店员教训过 听到金田一是个无业游民 店员的眼神马上侵略起来 表示这个男孩是个小偷 趁他不注意偷了一罐啤酒 看到男孩被自己说得哑口无言 店员更是得意洋洋 他告诉金田一这种拾荒小孩就是这样 因为是穷人 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能被原谅 看到店员还在糟蹋灌菜的自尊心 金田一忍不住就要反驳 然而没等他发火 身边的馋屎妹子就暴走了起来 兄弟两人为了给重要的人买一瓶啤酒 省吃俭用不知道多少天 才凑齐了210日元 现在店员却因为他俩是穷人小孩 就觉得这瓶啤酒是从店里面偷走 身为会计的财使 反过来觉得便利店的店员不称职 财使巴拉巴拉 说完不给店员解释机会 直接走到外面的收银台 表示只需要一分钟 他就能查明真相 这是金田一突然发现戴上眼镜的财使 瞬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只见他打开收银柜 拿起钞票熟练地计算分类起来 接着又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一连串数字 另一只手在计算器上灵活跳舞 瞬间就将全场顾客吸引过来 随着秒针走完一圈路程 财使的表演也刚好结束 财使的这波操作 直接让现场观众掌声雷鸣 回到幸福庄后 金田一在众人的注视下 打开了那瓶啤酒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觉得这瓶啤酒是38年来喝过最好喝的 说完便将手里的啤酒递给身边的财使 财使一开始还不信 结果喝了一口就停不下来 就在这时 财使突然想起 他们还约了模特部长见面 然而等他们急匆匆赶到咖啡厅的时候 乌合部长已经不见了综艺 第二天财使一到公司就跑去找他 然而此时的乌合部长却像变了个人一样 昨天说好要帮金田一复职的事 绝口不提 还让财使彻底忘了这件事情 乌合的叛变让财使再次陷入被动 为了找到金田一被辞退的真正原因 他只能趁领导回 潜入办公室寻找线索 然而下一秒就被财前 来了一个问中捉鳖 这天财使大包小包 提着一堆东西找到了金田一 被公司开除赶出员工宿舍后 他无家可归 只能来幸福庄投奔金田一了 然而幸福庄现在也是人满为患 财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房间住宿 男人被同父异母的亲哥哥开除出公司 理由居然是长相一般影响业绩 路可走的金田一为了生存还房租 只能来到一家快倒闭的拉面馆打工 而他来到拉面店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洗厕所 金田一含泪洗完厕所抹完台面后 青春宣面馆的老板 就让他去超市买材料 这也是金田一38岁的人生第一次 跟一群大妈一起抢打着蔬菜 等今天一买完菜回到面馆的时候 已经快到午饭时间 他赶忙跑到店门口招揽生意 然而路过的女生看到他这个长得不帅 年纪还大到发丧 纷纷摇头离开 金田一顶惊 一看顾客们全部跑到隔壁的饭店 排起了长龙 他撩起头发偷摸上前拉客 没想到又被打击了一遍 金田一在拉面店忙碌了一天 结果到最后只有一位客人进来吃面 而且还吃剩一大半 听隔壁排队的客人说清真鲜 以前拉出来的面很好吃 但是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板越拉越不行了 他皱着眉头向老板反应问题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就被老板打断 拉信表示只要能收到钱就好 其他不重要 从面馆出来后 金田一忧心忡忡 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 不用去捡瓶子赚房租 怎么看上去就那么不靠谱呢 就在他胡思乱想回到幸福庄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掉下来 过来借助的蝉使妹子 突然黑丝猫耳在跳宅舞 看到金田一回来 柴使赶紧表示是这里的住户 拉他一起跳 但是金田一现在可管不了这些 他直接冲到满脸尴尬的柴使面前 表示有事请他帮忙 为了不让自己打工的拉面馆倒闭 金田一决定来此曲线救国 他连夜让众人帮忙制作宣传海报 第二天买完菜就跑去地铁口拉人 回到拉面馆后 金田一信心满满告诉老板 今天估计会很多人来吃面 让他赶紧做好接客的准备 然而从中午饭点等到了晚上六点 才有一个顾客光临 而且还是金田一看不下去 打电话喊来的前同事 尴尬的气氛 就这样持续到了拉面馆打烊 这时才是急匆匆的推门进来 表示下午有个自称是金平义女朋友的人 来找他 金田一听完后 神色冷淡地呕了一声 他现在的心思悬在拉面馆上面 身为零食工的他 已经决定 躺起振兴青春轩拉面馆的大旗了 金田一诚恳地请求老板 用心拉一次面 他明天一定会带更多人来吃面的 然而话音未落 阿信就直接倒了下去 等阿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里 也是在这天晚上 金田一终于知道了 面馆越来越难吃的原因 阿信说 一开始他是做小摊子走街串巷的 在40岁的时候辞职开店 面馆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后面一次意外生了一场大病 等他重新营业的时候 旁边已经开了一家新店了 而自己面馆的生意也日渐萧条 也许是时候把店关了 回去乡下养老了 今天一听完 沉默许久 还是开口说出了最后一个请求 一个长相普通的男人到底有多倒霉 被公司开除后 好不容易找到个拉面店兼职的工作 结果老板却告诉他准备倒闭 为了证明自己干过 津田一请求老板最后再拉一次面 晚上回去后 津田一连夜做传单 认真的太多 让睡在隔壁的柴石也有点动人 津田一眼神专注 这一次他绝对不会让姓先生失望 第二天一大早 津田一就来到拉面馆打扫卫生 尽管今天是营业的最后一天 他还是决定认真坚持到最后 而发赚单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柴石身上 失去工作的柴石 被津田一安排到地铁口 然而无论柴石怎么努力 路过的人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眼看饭点越来越近 他只能使出终极绝招 时间很快来到中午十二点 然而此时的拉面馆却一个客人都没有 明明早上的传单已经全部发完了呀 沉默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四点 阿信犹豫了一下 将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拿给了今天 表示钱虽然不多 但也是心意 他很感谢这段时间 津田一来店里帮忙 从店里面出来后 幸福中的俩兄弟十分开心 缠着津田一要去吃烤肉买玩具 然而津田一却告诉他们 暂时去不了 这笔钱他已经想好怎么用了 此时青春削面管理阿信 正直勾勾看着天花板发呆 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小店 逃不过倒闭的命运 他心里苦涩万分 就在这时 几个人冲了进来 表示要点餐 正是刚刚从这里离开的津田一 看着津田一 他们吃完拉面 露出的幸福笑容 阿信再次找回了 开始做拉面时候的感觉 这时津田一扭头 发现了在门口偷看的吴和部长 看到津田一后 吴和心情复杂 因为他知道 津田一被开除出保温杯公司的真正原因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于心有愧的他 趁津田一去拿食物的间隙 便匆匆离开了 晚餐结束后 津田一特意去后厨 向信先生表示感谢 没想到阿信却反过来感谢他 给了自己一次认真做拉面的机会 阿信觉得津田一虽然长得不帅 但是为人正直 作为这段时间的相处的气馁 他决定送给津田一一个礼物 而津田一不知道的是 他的流窜打工生涯 才刚刚开始 在日本失业的男人有多艰难 自从被公司社长无理由开除后 津田依旧一直辛苦地打着零工 只为每天能赚够500日元支付房租 不去睡公园 直到这天 磨合部长也受不了公司社长的为人处事 选择离职后的他被家人赶了出来 无奈只能找到津田一借助 这让本来就睡着两人的房间更拥挤了 才是当然不同意 本来跟津田一起在一起已经很辛苦 现在还加了一个人 无奈他只能跑去隔壁跟宅女小萌一起睡 没想到这个小萌天生是个画廊 拉着蝉屎就要诉苦聊天 结果蝉屎硬生生从天黑听到快天亮 也没听完 三个无业游民在一起就得找事做 就在今天一筹莫展的时候 之前拉面馆老板送给他的小推车 进入市县 他突然想到自己曾经打工过的那家店 有一款很好吃的香肠包 可店里面藏好反点后 晶田一马不停停 带着财使和奴合一起出 而他们的摆摊 就是开除他们三人的奇迹 保温杯公司楼下 如何赶紧让晶田鱼换个地点 别丢人现眼 没想到晶田鱼却信誓旦旦表示 生意绝对火爆 因为他对公司食堂的难吃程度很放心 果然饭点一到 热狗摊就被从公司出来的人为 的水泄不通 但是看到摊主是晶田一后 众人议论纷纷 却没人上前试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晶田一的前同事乔本站了出来 点了一份热狗 当着众人的面吃了起来 现场众人也是苦 饭糖酒饮 看到有人带头 纷纷上前点单 锦衣中路晶田一的热狗就全部卖完 第二天 晶田一照例来到公司门口 摆摊卖热狗 经过昨天的疯狂宣传 这一次的队伍排得更长更远了 而楼下发生的这一切 全被开除晶田一的统一郎 看在眼里 这个所谓的热狗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怀疑就像潘多拉的磨合 打开了就永远合不上去 统一郎最后还是经不住诱惑 来到楼下 亲自走到被自己开除的男人面前 点了一份热狗 没想到晶田一接下来的话 却差点让他暴走 身为公司的社长 排队这件事 对统一郎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他今天下来 不过是想细耍一下晶田一而已 像这种尝到点甜头 就以为能翻身的小毛 他实在是见得太多了 听到今天一致气的回答 孔一郎笑笑便离开了 像这种只会摆地摊的对手 他可从来不放在眼里 而他不知道的是 晶田一努力摆摊的模样 全被街边一个男人看在眼里 而这个男人 正是晶田一小女友的父亲 男人因为长相普通 被公司开除 气不过的他 跑去公司楼下摆摊卖热狗 火爆程度 居然连开除他的老板 也被吸引下来 而这一切 全被一个富豪看在眼里 等第二天晶田一起床的时候 广赖基金的社长 已经在他住处等待多时了 看到广赖的名片 晶田一脑中第一个想法就是 小女友的爸爸来行事问罪 他赶紧道歉 表示虽然和姚子在交往 但是最近赶上失业 实在是没脸去见姚子 说完就把不是很英俊的脸庞凑了过去 暗示广赖可以来上一拳解解气 没想到广赖听完只是笑了一下 表示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这个 而是看中了晶田一的热狗摊 商业头脑拉满的广赖 希望晶田一能把热狗摊的专利卖给他 说完便开出了一个 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东西卖不了 那不用怀疑 就是你的开价不够诚恳 在广赖诚意满满的笑容中 晶田一他们最终同意 把热狗屋打包出售 拿到钱的三人迫不及待就想分钱 然而晶田一却说了一句 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话 晶田一说完这句话后就匆匆出门 自从他知道 奇迹保温杯公司抛弃了保温杯业务后 他心里面就一直不得尽 晶田一没有犹豫 直接找到原公司老板 表示要跟公司借用已经停工的保温杯 随口就开出了一个价格想要下退塔 没想到晶田一却一口答应了下 等财使和如何追到工厂的时候 已经板上钉钉了 晶田一告诉他 500万日元付了工厂一个月的租金 剩下500万日元 他要全部用来做保温杯 而且是原公司从创立至今 都没有做过的终极保 温杯工厂的石先生 有点担心地告诉晶田一 这种保温杯虽然能够保温两天以上 但是制作成本也会很高 如果单品最后的定价 不能在3万日元以上 那他们就会亏本 晶田一听完后却信心满满 表示没有 剩下的一个月时间 他决定分成两半 前15天用来研究 已经完成到8成的终极保温杯 后面15天用来将这个产品卖出去 时间紧任务重 为了节省开支 晶田一直能亲自上场参加研发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贼骨感 晶田一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保温时长 无论他们怎么尝试 这批杯子最长的保温时间 也只能达到一天半而已 就在团队陷入绝望的时候 磨合的一句话惊醒了他们 松高这个长相平平的男人 离职后第一天摆摊卖热狗 结果就被富豪女友的爸爸 用1000万把摊位给买走 拿到钱的晶田 一直接跑去做保温杯 不料却遇到了保温时间太短的问题 关键时刻 磨合提出增加保温杯的真空度 终于让他们成功制造出 能保温两天的杯子 既然产品已经做了出来 那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把它卖出去 考虑到高昂的制作成本 保温杯的定价 被提高到6万日元一格 然而晶田一跑遍了所有商场摆货 却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们的保温杯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定价太贵了 现在怎么还会有人愿意花 6万块买一个能保温两天的杯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最后一家电器卖场 给了晶田一机会 同意把他们的保温杯 放在货架上试一试 回去后的晶田一信心满满 只要有人购买 就会发现 他们这款保温杯不仅卖得贵 而且还能保温两天 然而不等晶田一继续做梦 几天后 卖场的老板逆通电话 就把他喊到办公室 表示明天就得把晶田一的保温杯下架 原来之前把晶田一开除的老冬家 知道他们上了晶田一的保温杯后 连夜失业 表示必须下架 卖场老板也是迫于无奈 只能不停向晶田一道歉 回到工厂后 晶田一由于许久 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 花了一个月 耗费一千万 终于做出完美的保温杯 结果现在却连卖的地方都没有 晶田一觉得对不起在座的所有人 工厂的负责人却告诉晶田一 不需要愧疚 如果不是晶田一 他们这些老匠人 连最后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天200个保温杯 就被商场全部摧毁 直接将他们三人睡觉的小房间 挤得满满灯灯 就在晶田一胆探一个都卖不出去的时候 才是却告诉他不一定 因为他数来数去数了好几年 这里的保温杯都只有199个 今天一不知道的是 这个消失的保温杯 此时正在一家报社的桌面上放着 能见识热销刊物 Next One的编辑 一直坚持报道好产品的理念 让他写出来的文章很受欢迎 面对来催稿的实习生 能见神秘一笑 没有接话 只是让他帮忙用 桌子上的保温杯 给他倒上一杯水 这天早上实在受不了 保温杯霸占睡觉房间的今天一架 来货车准备把这批杯子廉价处理掉 看到花了1000万日元做出来的产品 最后只能以8万块打包卖给废品站 京田一的心都快碎掉了 就在这时 两太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 告诉京田一说有个电话要找他 京田一叮嘱才是 赶紧处理后便走进房间 接起了这个 即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电话 男人因为长相一般被公司开除 只能自己创业 结果花了1000万 做出200个能保温两天的保温杯 最后却卖不出去 只能8万块兑给废品站 就在京田一绝望之际 报售的一篇报道让他起此回生 而写下这篇保温杯评测报道的 正是眼前这个 吃着热狗配香槟的帅气男子 能见告诉他们不用客气 下次研发新产品的时候 记得优先让他采访就好 说完便给魔盒递了一张名片 还叮嘱京田一继续努力 好好学习 在能见这篇报道发出来后 幸福中的电话就没有停过 都是急着找京田一订购保温杯的 无客有点担心地告诉京田一 别接单子 这么大的订货量 他们就算25小时不睡觉 也赶不完 没想到今天一确表示没问题 要玩就一次性玩大点 原来开除他们的奇迹公司 现在已经放弃保温杯业务 之前许多和奇迹公司 有合作的工厂 全部因为没订单停工 而今天一次性接下那么多订单 就是为了能照顾他们 这些工厂的老匠人 今天一向在座的工厂老板保证 自己绝对不会像奇迹公司那样 抛弃他们 在京田一的号召下 保温杯的生产制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为了能够发挥每个工厂最大的作用 才使妹子更是连夜赶工 制作了一份分工作业的工程表 只要每个工厂能完美执行计划 那他们保温杯的售价 就可以从6万日元降低到5万4千 然而理想很完美 但是真正推广起来却遇到了困难 香马工业的社长表示 每个月3000个零部件 他们就已经不能睡觉 如果按照财使的计划增加到5000个 那工人们肯定不同意 财使听完后马上就要发火 还好老好人当习惯的磨合拉住了他 回到住处后 才是马上向金田一反馈情况 总不能因为香马工业这个小工厂 拖了后腿吧 金田一的布置让财使有些头疼 果然这天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卖场的老板打电话过来 表示今天预定的20个保温杯 到现在还没送过来 因为错在己方 金田一他们三人只能亲自到商场 鞠躬道歉 而这次交货延迟的原因 恰恰就是因为香马工业那边 没能及时完成既定认误 导致周历会上 所有工厂社长都指桑骂怀 互相讽刺甚至到了要动手比武的地步 这也是金田一第一次觉得 当好一个老板实在是太难了 就在这时香马缓缓起身 表示愿意自动退出保温杯的生产环节 看到香马这边让步 才使心里面的石头终于落地 这是他今天最希望看到的结局了 然而 默默看着这一切的金田一却突然出声 一句话就让现场众人瞬间炸锅 男人成功做出了能卖6万日元的保温杯 结果却在供不应求的时候 突然宣布不做了 金田一告诉现场众人 他拿到一千万后之所以坚持做保温杯 就是因为当初奇迹公司老社长的理念 做保温杯不是为了赚钱的 而是享受和大家一起努力的过程 如果现在有一人退出 那这个保温杯他不做也罢 为了帮助产能落后的香马工业 完成定量任务 金田一亲自到工厂调查 再知道香马这边是因为机床老旧 导致进度跟不上后 他连夜跑遍周边工厂 还真就给金田一借到了两台闲置机床 哈迪内斯保温杯遇到的第一次困境 就这样在今天一步抛弃 不放弃的创业理念中 成功挺过去 庆祝会上 众人信心满满 干劲十足 然而角落里的财使妹子 却一直郁郁寡欢 从开始创业到保温杯问世 再到最后的售卖环节开始 一直亲力亲为负责到底 但是也因为做事严谨的性格 让许多工厂的老板都不是很喜欢他 加上这次提议抛弃香马工业的方案 被金田一推翻后 台使在这里待着就更难受 心情烦闷的他偷偷跑到外面透气 想到之前和金田一小女友见面后 说的那些话 台使内心十分纠结 他难道真的已经喜欢上了金田一了吗 可现在的金田一已经不需要他了呀 为了断掉自己的胡思乱想 台使决定离开这里 回到幸福庄后 他收拾完所有东西 然后默默离开了 就像他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而此时的金田一正在众人的簇拥下 来到了新的办公室 感受着从未体验的众星捧月 金田一开始有点飘飘然了 却浑然不知 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已经离他而去 从幸福装出来后 台使才发现自己钱没带购 无家可归的他只能住网吧 在找到新工作之前 饿了也只能强迫自己 一天只吃一顿饭 直到这天买午饭的时候 台使又遇到了金田一 看到金田一的瞬间 台使下顿付完钱的热狗 也不敢打鸟活就跑 没想到却被金田一把追上 他有点生气的质问 台使怎么不辞而别 台使看到金田一身边的瑶子 嘴硬地表示没有义务联系他们 告别完金田一后 台使在路边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去见了一个人 正是当初已长相一般 将金田一开除出公司的统一郎 男人长相一般 却有一个富豪女友 在拿到小女友老爸的一千万后 金田一直接跑去做保温杯 却在即将成功 准备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 工厂的真空机器突然坏了 金田一无奈只能再次找到广外 请求他再赞助三千万支持他创业 往外看到像无底洞一样 的金田一也很头疼 只能声东击西 表示有个越南企业 最近过来找合作 负责人似乎对金田一的保温杯 很感兴趣 如果能搭上越南这条线 那很多风投公司 都会发现他们的产品 到时候别说三千万了 三个亿都是洒洒水了 广外说完便让金田一回去准备一下 他会派人对峙 然后带他们去会场 结果第二天金田一就发现 广赖把他的女儿姚子派了过来 等金田一来到会场后 才发现 之前把他开除 初期计保温杯公司的统一郎 也在这里 而统一郎身边站着的人 正是从他这里不辞而别的 才是双方剑拔弩张 因为他们今天都想争取这个越南大客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金田一率先出击 然而再和黎先生握完手 准备展示产品 却被其他人打断了 晚上回到办公室后 姚子查询了于先生的行程表 表示他们还有两次接待的机会 金田一听完信心满满 第二天一大早 就把黎先生跃到了棒球场 还表示对方肯定会喜欢金田一 话音未落 黎先生便赶到现场 他寒暄了一下 就开始今天的击球活动 然而黎先生上场后 却怎么也打不中 甚至还被投球击完的晕头转向 还好在金田一的边缘嘴炮下 黎先生最后一球 阴差阳错 打了的拳雷打 不然双方面子肯定挂不住 眼看第一天接待被搞砸 金田一他们回去后赶紧商量不就办法 终于决定在明天中午 请黎先生吃日本寿司 结果第二天到餐厅才发现没预约 服务员告诉姚子 他可能预约成左边那边的位置 而这里李总店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看到金田一他们手忙脚乱的样子 李先生微微一笑 他决定再给金田一一次机会 然而金田一的举动往往都是出人意料 要是磨合这种性格随和的老好人 看到金田一带他们去吃免费的救助餐 也忍不住快骂你 这一刻磨合突然有点羡慕 不辞而别的才使妹子 男人为了拿下三千万的投资 带越南客户吃饭 结果吃的确实救助站的免费面条 而让人最奇怪的是 越南大客户居然吃得津津有味 李先生告诉金田一 自己小时候出生贫穷 一直吃不饱饭 有一次集市上 一位老奶奶请他吃了一碗越南粉 简单的味道却让他现在也难以忘记 李先生很感谢金田一 今天带他来吃就住餐 他相信金田一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晚上奇迹公司的人也请鱼先生去吃饭 还是去日本寿司之神开的深邃餐厅 在知道今天中午 今天一带李先生去吃就住餐后 奇迹公司的社长统一郎 心头大事终于落下 这个越南大客户 他们现在是十拿九稳了 然而等晚餐结束回去公司后 孔一郎的脸就被打得啪啪作响 心腹财前告诉他 李先生那边已经确定合作 但正是被他们开除的金田一 眼看到手的客户被人抢走 红一郎眼神阴沉了下来 既然自己得不到这个越南客户 那金田一也别想顺利得到 金田一怎么也想不到 奇迹公司的统一郎会这么背 尽管如此 他还是很感谢李先生对他的认可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金田一跑去跟小女友的富豪爸爸 汇报情况时 姚子突然对他提出了分手 分手的理由就是金田一长相太普通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已经知道金田一的心不在他的身上 与其继续吃强扭的瓜 不如快刀斩乱马 就在金田一皮被走回办公室的时候 一个抱着纸箱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财使知道统一郎对金田一打压后 直接跑到办公室对他破口大骂 然后不给统一郎反驳的机会 财使先发制人把他给吵了 看到财使委屈的模样 金田一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后便接过他的箱子带他去吃饭 吃完饭 金田一把财使带回了现在的办公室 看到就算是自己离开办公室 还是给他留了一张桌子 财使感动万分 而如今的金田一又回到了以前 一无所有的状态 失去了瑶子的富豪爸爸 这一次他又将如何翻盘呢 长得帅的人开挂到底有多逆天 从每天捡瓶子打零工卖热狗 到千万身家的保温杯老板 这个男人仅用了短短一个月 而这一切的背后 就是因为他拥有一张男人看了会嫉妒 与人看了会尖叫的帅气面孔 然而就在今天 一将保温杯公司搬到大型写字楼的时候 所有好运气突然戛然而止 奇迹公司的律师像一个幽灵一样找了过来 表示今天一的保温杯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 原来当初奇迹公司把工厂租给今天一的时候 留了个心眼 偷偷将他在生产的这个终极保温杯 拿去申请了专利 就是为了等今天一 他们做大做强的时候 一举揭秘被提出专利诉讼后 首当其冲的就是保温杯的销售环节 商场里面的保温杯全部停止了售卖 其次是底下的零部件工厂 也被奇迹公司约谈收购 金田一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找到前女友的爸妈 让他帮忙调节一下 然而奇迹公司的社长统一郎 在看到金田一后 脸马上就冷了下来 投资金田一的广外表示 如果奇迹公司能撤损他 可以把保温杯销售额的八个点 作为专利费支付给统一郎 而且这个协议长期有效 等于奇迹公司 白白捡到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 不料统一郎却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拒绝 他不想给金田一任何机会 而统一郎之所以这么针对金田一 恰恰就是因为 金田一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弟 父亲去世前的遗言还在耳边回响 这一次他就是想证明 给自己死去的父亲看一看 他是如何打败金田一这个弟弟的 因为奇迹公司的打压 金田一只能把刚租的写字楼退掉 还美名曰战略性撤退 就在他把所有东西搬回老办公室 准备打持久战的时候 罗和却告诉他没那么简单 他把金田一和开始带到了底下的工厂 原本平时热火朝天的厂 此刻仅剩几个工人在门口闲聊发呆 原来因为保温杯专利事件发酵 工厂的其他业务也无奈被停止 木合告诉金田一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现在已经没有一家企业 愿意与发生纠纷的工厂合作 把劳累过度的磨合送到医院后 金田一由于许久做了一个决定 他独自来到奇迹公司 见到了社长统一郎 金田一请求奇迹公司 能够恢复保温杯业务 只要统一郎能为工厂的员工们 提供一份继续制作保温杯的工作 那现在拥有的一切 他金田一都可以无条件放弃 男人用一千万日元 做出了能保温两天的保温杯 然而却在最风光的时候被盗 专利侵权 此刻的金田一正对着奇迹公司的社长 蒲夏佐 请求统一郎能够接纳底下工厂的工人 作为回报 他可以无条件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然而场面话谁都会说 等第二天 金田一这边的人 来到奇迹公司会议室的时候 孔一郎却翻脸不认人 表示奇迹公司并没有恢复生产保温杯的打算 但是自己可以给他们这些工人 安排其他职位 孔一郎说完这句话自信满满 因为他知道在日本这种社数环境下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多么重要 而他就是那个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另一边 失去一切的金田一反而轻松了起来 每天不是陪着柴史去吃饭 就是想着去哪里赚500日元交房租 重新几回幸福庄 小房间的三人虽然睡得很难受 但是也算其乐融融 这天意气风发的孔一郎找到了广赖 表示保温杯这件事 虽然让他的投资对象少了一个 但是接下来 他的奇迹公司一定会做出名 结果孔一郎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往外直接甩出一份书面报告 表示他要撤资 这让刚才还自信满满的孔一郎 马上蒙圈 难道他真的不如金田一吗 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孔一郎 第二天 他踩着优雅的小碎步来到公司的时候 却发现整个公司空无一人 不仅前台的接待小妹不见了 连厕所里面的扫地阿姨也没来上班 整整1507个人的写字楼 现在却空无一人 看着桌面上整齐画一的辞职性 统一郎气的差点原地去世 这时他脑海中突然想到一个人的名字 而此时的金田一正在刷牙 刷到一半 被乔本喊出去的他刚想发火 结果眼前一幕却让他整个人都傻掉 黑压压的人群 将他住的这栋小无为的水泄不通 乔本兴奋地告诉金田一 他们全体员工已经从奇迹公司离职了 经过商量 他们一致决定来投靠金田一 乔本说完 便组织现场众人排队登记名册 一脸蒙圈的金田一还没反应过来 马上被蝉屎妹子拉到旁边帮忙登记 就在他们忙活半天快要登记完的时候 一个眼神呆滞的男人出现在金田一面前 正是失去一切一无所有的同意了 男人上一秒还在会议室教训底下的员工爱干不干 下一秒整个公司1500多人就集体离职 统一郎怎么都想不到 现在的打工人这么硬起这些离职的员工没有回家 而是齐刷刷来到一栋破旧的小房子 面前他们准备投靠一个长相一般 但是人品优秀的男人 此时金田一正叼着牙刷 眼神呆滞地看着面前黑压压的众人 就在他手忙脚乱登记到一半的时候 统一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也是在这一天 金田一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不是穷小子 而是奇迹保温杯公司老社长的私生子 也是统一郎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 金田一终于想通了 这段时间为什么会被争论 然而他却没有生气 因为在金田一心中 这不过是兄弟间的吵架 闹着玩而已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挽回失去人心的奇迹保温杯公司 因为媒体的发酵 奇迹公司集体离职事件愈演愈烈 为了挽回人心 金田一特意带着财使一个员工 一个员工去拜访 请求他们回去上班 然而所有员工 对统一郎这种 不把员工当人看的福报 老板怨念极深 纷纷表示不愿意 回去面对员工们的怨念 金田一他们还是坚持 1507个员工每天拜访一次 终于成功说服众人返回公司 然而在开会的前一天 孔一郎却突然不见了 最后还是金田一在公园里找到了这个哥哥 看到又脏又饿的孔一郎 金田一责备的话到了嘴边 却没有说出来 而是带着孔一郎去吃了公园的救济餐 他相信父亲全下有志 也不想看到他们兄弟 晚上回到幸福庄后 金田一和孔一郎第一次躺在同个房间 睡觉也是在这一晚 把心里面藏着的话 全部倾诉出来的兄弟俩 终于彻底解开了隔阂心结 第二天早上 奇迹公司的动员大会如期举行 台下员工看到孔一郎这张脸 马上议论纷纷 然而这次孔一郎却是真诚道歉 表示以后一定会尊重每一个员工 奇迹公司以后坚持做日本第一保温杯的目标 绝对不会再次改变